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胸 陈学庆陈老师 哇 这一次的一个 流行性的感冒真的很厉害 A型的一个流感 那假日几乎是 睡了两年 真的是 整个筋骨酸痛 因为过去很少 有得过 A流的一个经验 所以大家可能 最近的一个天气 的一个变化比较大 那大家还是要小心 小心一下 但是不管如何 我想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 做很多人可能会很担心 担心说 好不容易 指数站上突破的一个季线之上 那么今天再度的一个 下车来拉回 到底是该恐慌害怕 或者是建立新系 为什么大胸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各位根本不必怕 原因理由 待会我会好好跟大家 一起来做分享 那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今天卖了两档股票 一档就是2634的汉翔 汉翔这档股票是过去 我们在37块38块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大赚特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加码当高档开心 获利换口袋之后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全数获利了解 我获利卖并不是说看坏它啦 但是因为基于资金的效率原则 我把资金收回来 然后我今天再转进下一档的主力表股 到底是哪一档股票 我待会再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另外一档就是 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 6284的一个加帮 那么加帮也是我们在60块 建议会员朋友 带会员朋友布局买进的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 短线价差操作 那10% 将近10%的一个获利 那100万也赚了10万 这些都是我们实战的操作 我相信我们全国会员都在 看我的节目 也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包括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 你也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 甚至在9n的一个首页 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提回戏也好 潜顶也好 你可以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 最近的表现就是相当的一个强 为什么最近这些股票 表现会相对的一个强势 我想每一段的一个行情 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认同大胸的一个看法跟见解的话 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 那各位可以在留言板 你把你的一个看法问题把它写下来 或是直接透过9n的直接私密大胸 如果你有持股问题 你直接私密大胸 但是记得留下你的一个电话 跟你的大名跟联络的一个电话 让我可以找到你的人 要不然有的人写了一些问题 我什么股票 比如说哪些的一个股票 AI套牢了 那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 没有联络电话 我也没办法 跟你做一个回复 那我希望 我能够帮助大家 我尽量帮助大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 今天台北股市是重挫大跌的 那么为什么今天会重挫大跌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原因 第一个就是美国遇到的一个商务日 就是期货啦 选择权啦 包括ETF啊 三个加起来的一个商务日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 美国联总会19号 20号即将的一个进入的利率决策会议 虽然市场普遍大家都预计说 这一次应该不会升息 但是市场大家最更为关心的是什么 11月12月会不会升息 因为整个的一个利率的决策 充满的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也导致最近外资法人 一路的一个卖不停 调节动作不断 宁愿把资金先收回来 那么收回来资金流到的一个美元的 一个美国的市场 那么等到将来的一个利空 整个的一个解除之后 那各位看着这些资金 一定又会回来的一个台湾市场 这就是股市的一个惯性啦 其实你不必去想太多 股市本来就是一个循环嘛 资金就是跑来跑去嘛 这一点你一定要有个认知嘛 所以你会发现啊 每一次台币在32块 台币当在32块附近做震荡的时候 那么短线上也是台北股市 要即将的一个逼近的一个这样 底部完成的一个阶段 当新台币指贬回升的时候 那就开始会造就一波的一个这样 一波的大行情 但是每一次当新台币汇率 接近跌破30或接近29的时候 往往短线上 就会有点什么 过热的一个迹象 因为感冒可能还没完全好 那还是声音沙哑有点痒 那如果 有什么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也请大家请请见谅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就整个的一个 外资的一个心态 那最近外资因为 整个美国联总会的一个因素 那应该这一次也是一样 9月不升息 但是联总会可能还会 打下一个问号 打下一个问号 但是不管如何啦 不管如何 至少这次在半年线的一个位置区 能够怎么样 有心人能够把它怎么样 立手 那么就算拉回 只是说我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打底 的一个时间加长 但是整个的一个中强级的角色 并没有改变 这一点你务必要认清 那第二个就是市场盛传 台积电设备延长 延长交集 其实有时候记者我说真的 这些记者蛮可爱 那记者有时候会把某些的一个事件 把它扩大 如果说你有做工程的话 你就知道 设备的一个交集是根据工程的一个进度 像我直指他是专门 就是在有从事台积电的一个 的一个工程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厂商 所以他们会按照工程的一个进度 但是记者往往就是为了吸引他的一个收治群众 或是订阅率 往往会把事件扩大 所以在种种利空的一个冲击下 包括美国科技类股的一个重座 才导致今天的一个中的一个下跌下来 但是今天下跌为什么不必怕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下跌主要的一个重心 都还是在什么 都还是在相关的一个AI的一个股票 所以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我一再的一个强调 AI股你不能过去最高 你真正要买 你要跟着我的一个脚步来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双红 双红我从什么时候买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三千赚一大坡上来 当然到三百三十八 然后最近两百七十块买 再赚一趟 加码当高档开心活力换口袋 基本当我还抱着 所以就算今天双红今天重座大跌下来 我们还是大赚的 我们还是大赚的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你在操作AI很重要 有时候我看到 有一些的一个 的一个电视的一个专家 或是广播的专家 在那边 大谈相关的AI 好多人告诉你说 哎哟我就跟你讲 AI你不能碰 你如果AI套牢的话 要赶紧来找我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去找他 能够真的帮你解决吗 有些人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AI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 哎哟我在AI我从来没有输过钱 会话你从来没有赚过AI的钱 你当然没有输过钱吗 好那么有些人可能 再一点酱油就跑掉了 然后最近看到AI的一个下沙 也告诉你 你看我卖的多漂亮 然后你今天你有AI被套牢的话 你赶快来找我 但是我相信市场上唯一真正能够帮你啊 能够领先市场 帮你能够精准掌握 相关AI的一个大航群的 我敢说就是大胸无 你看 AI相关的一个股票 双红我买在什么地方 173 齐红我买在什么地方 140块 啊齐红高档我全数开金或是放口袋 你看今天重错大跌下来 银帮啊银帮我买在也100块出头啊 甚至计价计价我也是买在100块出头啊 都是领先市场买在的一个这样 底部的一个起掌点啊 我待会我再好好好好的 把证据理由拿出来给大家看 甚至包括广达也是一样啊 我已经待会没有先赚三趟了 连赚三趟价差超过85%啦 啊第四趟你看很多人买在高点上嘛 你当然你现在下沙下来你会担心嘛 啊但是如果你们在低点上的话 那么现在下沙下来 你是要恐慌害怕还是见内信息 啊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那当然今天AI啊 是伦略为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啊的一个状态区 所以也压抑的一个市场上 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啊 又再度的一个这样再度的一个升息 啊但是市场恐慌情绪再度的升息 今天AI的一个众说是之后面的AI完全都没有机会 也不是这样看嘛 很多人都是只会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啊 这个对你完全没有帮助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要能够完全领先市场 能够真正领先市场帮你来转货的一个这样 啊的一个赢家你说是不是 啊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啊 虽然今天啊重灾区啊六债的一个AI 啊但是我常说啊啊 啊其实市场跌并不可怕 啊最怕的是什么 市场人气的一个溃散 啊虽然啊AI股啊的一个下跌 让很多人胆战心轻啊 但是今天的一个市场 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溃散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啊 盘面上还是有很多次产业股啊 啊的一个接棒的一个大涨上来 啊包括市信软体的一个原钢啊 啊包括的电子通路的一个文业啊 文艺说啊我去并购的一个效益啊 啊明年业绩大进步 年年标两个涨停板 天域减资体才今天标涨停 啊当然了他不是最主要不是减资 啊最主要当然就是因为他库存啊 啊进入的一个这样 回到健康水位啊鸡蛋来零 所以带动今天啊开办涨停 啊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享受啊 啊这个top c啊还有平盖股的一个滑通 啊今天涨停板啊今天也大涨的一个上来 啊还有前顶我跟大家所所分享的前顶 所以很显然啊市场人气并没有因为啊 这样而溃散啊只是真正的一个主角 大盘涨跌还是要看AI 啊AI不涨啊那大盘啊就会来免费 会受到比较大的压抑 啊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 啊原本市场担心哦 iPhone啊哦可能啊的一个销售不如预期啊 啊但是事实上啊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预购的一个结果啊是出奇的好啊 哦那么高阶可能都要等到怎么样到货要等到两个月啊 等到两个月啊本来市场担心华为冲击 担心中国大陆的一个这样 嗯扩大禁令的一个冲击啊 啊但是这次啊反而 啊要跌破许多的一个专家的一个眼镜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甚至有很多啊过去的市场啊所担心的 啊这些的一个这样啊企业库存啊 啊调整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现在随着很多的一个库存已经回到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水位啊 啊所以你会发现哦 过去很多的一些的一个消费性的一个电子供应链 最近都开始怎样动起来 我当然不是叫你去追啦 因为你要买你在第一时间低档就要买 哦那我我会带带大家来锁定一些 啊低档才刚要发动的一个股票 哦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带会朋友来掌握的 哦那你可以看到包括想 包括的一个驱动IC的一个这样 啊这个连勇 哇你看到跌跌跌跌哇跌到380好恐怖 结果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哇一涨涨八十几块 哦一涨涨八十几块 啊驱动IC的一个的一个系统也是一样 哇跌破了一个的一个的一个 的一个季线啊半年线啊赶快卖哦 啊结果你真的卖掉卖到 卖到不该卖的低点上 哇哎对心肝啦 你可以看到最近怎么涨的 哇一涨涨一百多块了 哦还有被动研究龙头也国际也是一样 哇股价哇中处大跌下来五百五百多块 哇一路跌到四百多块 结果最近又怎样啊 哦又谈到五百多块 哦甚至包括的一个啊控制IC 那个Flash控制IC群联也是啊 哦从四百五一路跌到三百五十三 啊最近怎样哇大涨到四百八十四 哦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PA供应放阿基的 的一个红杰克也是一样 哇最近也怎样哦也是怎样哦 大家看不好了一个时候啊 反而反而啊飙涨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哦最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股票 包括这个高速传速的一个 的一个享受也是一样啊 哇一涨涨了多少哇涨了四百多块啊 所以你会发现啊啊其实啊整个这个产业啊 啊这个结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过去一些啊 哦被市场看摔的这些的一个消费性电子 哦那么这些 随着库存进入尾声啊那最近开始又开始有怎样 啊开始脾气泰来了嘛 哦那这个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啊这个代表我说 哎我的一个底部已经到了嘛 我的低点已经到了 当然哦短线级拉锅 maby 可能还会再回来打第二只脚 哦那打第二只脚第二只脚什么时候啊 哦又是一个机会这个以后大胸还会帮大家来持续做最终 哦但是至少这些的股票哦他都已经怎么样啊开始啊止跌了嘛啊都已经怎么样啊都已经啊固存调整啊都已经进入尾声了嘛啊啊明年啊开始要进入的一个 互数的一个成长嘛啊在明年互数成长啊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还会再回来啊还会再打第二只脚 哦然后包括的一个AI啊最近在休息哦那么有这些的一个赤产业股哦接棒啊哪一天赤产业股休息哦又开始轮由AI接棒啊你再看着这个行情就会怎么样啊整个又怎么样啊整个又又又又又开始啊又开始大涨上去啊甚至风天也是一样哦你看啊四季刚哇之前跌好啊 好凶哦你看最近怎么涨的哦所以很多的一个股票他都是一个这样啊一个一个循环的一个概念啊啊还有啊台商的一个资金啊啊抽腿大陆汇回的一个 啊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资金创新高那这些汇回资金会留到什么地方房地产啊还有包括的一个这样啊股市神尚还有选举行情开跑啊年底的话说的作战行情啊那么政府基金啊也在之出手 那政府基金的银档上涛那这些银档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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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下来还没有动用哦啊等到这些银档拨下来我问你股市要不要反应股市要不要反应啊所以这个行情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啦啊什么时候新台币汇利死扁回升的话你看着啊你看着啊这个行情就会怎么样就会扶摇而上啊啊所以台股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你不必怕震荡啊 啊选举加年底作战行情开跑啊啊啊东风起啊啊啊蓝湖买点来了真的要把握啊啊这个蓝湖买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啊快的话这礼拜就会出现了啊那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把握啊那么怎么样来做把握呢啊我们啊先来谈一下啊 啊当然AI股休息啊这个时候啊当然就是赤产业族群的一个天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带会没有所操作的一个啊光学镜头我们锁定的是车载镜头的一个先进光啊你看先进光从8字头9字头100块136一路的一个啊带会没有大转上来啊这档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持续看啊啊为什么我持续看啊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你要知道笔电嘛啊笔电回温了嘛啊他会带动什么啊带动他的 一个需求的一个回温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啊包括的一个啊他的一个啊的一个笔电的一个回温还有指纹辨识的一个技术渴望导入一个苹果高阶的一个笔电嘛啊还有iPad新品的一个订单一柱你看最近的一个苹果啊的一个热销啊那甚至子公司科亚啊啊指纹辨识模组啊啊不仅提供给苹果而且同提供给全球前十大的一个NV厂啊才能满载啊预计今年第四季啊 会随时启动的一个IPO还有子公司的一个这样他的一个耀威啊科技的一个车用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产品第四季将开始出货啊给美国大涨获利大爆发啊这个部分的一个贡献啊现在很难预估啦哦那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可以你可以呃直接啊加入我们Nine的哦那我随时也会在Nine的哦或是Telegram巫师跟他做分享哦这个部分的一个贡献可能会跌破很多专家眼镜啊所以 哦我认为先进光还没结束哦还没结束哦还没结束哦还没结束不是叫你去追价啊但是什么时候哦又会是一个好好的一个机会啊你不必再跟进我脚步就对了哦你可以看到同样光学股我买的是先进光是这样涨的啊但是如果你跟着其他专家你去买到的是一个阳明光啊是这样跌的啊一来一回是不是差很大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进棚你看我一路看好一路锁定啊哦我还舍不得卖为什么你看 你看漂亮换手嘛啊你看到黑黑黑黑好怕哦结果怎么样啊今天又红黑上来啊漂亮换手哦第四季又是旺利毛利利攀升啊车载的一个PCB的一个需求攀升我可以告诉大家整个量价结构配合啊非常漂亮啊将来会长到什么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会跌破很多专家眼镜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你看车中进台的一个电影头怎么长的啊已经来到七日头了啊那进棚才在多少啊 啊三字头啊四字头左右啊再来啊加帮啊加帮啊加帮啊我开心乎你换果带之后加单算口给哦我卖掉我不是啊看坏哦但是我卖掉我在等什么等拉回买点嘛我这边就已经写很清楚了嘛啊拉回到底什么地方可以出所跟我走就对了啊跟我走就对了还有前景啊我相信你也验证到了嘛但是前景啊 啊在上礼拜周转率非常大哦那这档股票你随时要留意啦哦我这边有一个画一条线这个关卡不要破不要破仍然是辞多啦哦所以你这样股票你自己你自己啊如果有操作的话有跟着我们我们的一个啊的一个脚步啊我们跟他提醒的哦那你自己这就要设好停损停利价啊再来车灯啊也是跟他分享的提回息你看今天量缩价稳稳稳稳稳稳 这张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啊精彩好戏还在后头啊还在后头当然策略还是要懂得把握机长不追啊拉回找买点啊的一个策略不变哦就像东洋你看东洋怎么走的哦一样嘛都是车灯啊还有AM的一个零组件嘛哦那么重点来了啊如果啊先进光啊或是进棚这些你错过了哦那么单股所单啊进棚第二啊我们已经进了 进场了哦那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本很简单哦你今天你只要啊加入标股新年连来的我提了给称为我们好朋友哦或是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哦大胸给大家一个哦最大的一个优惠超前部署360颇段加短线全方位规划保证全年最低价哦一年只有一次的大优惠哦错过了还要再等一年哦哦到底有多大的优惠你把这个电话 给他拨通就对了而且你打电话进来啊啊的一个啊的一个前五名啊还让你可以啊免费等等进身为大户人家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把握哦那么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的一个啊的一个啊的一个广达啊的一个AI式武器啊广达我们已经连转三趟哦那你可以看到今天虽然下杀哦但是为什么今天下杀今天会守在极限啊为什么 季限今天会守稳是不是代表下面有性能在在怎么样在承接啊要不然今天说真的今天要破季限很容易嘛哦很容易嘛哦那业绩我讲不需要我再多说业绩好的没有话讲哦再来啊我的创意是一样哎你看今天守稳百元关卡啊其实大不了这些股票啊今天暂时卡就破掉了啊为什么要不要破呢你有去想这个问题吗 哦当然很多人啊嗯看到蝶啊都会跟你在那边落井下石啊你看看啊享受当时候哇下杀下来多恐怖啊结果现在怎么上来的啊你可以看到世纪刚当时下杀多恐怖啊啊结果从五四头一路又涨到涨到一百多块两百块了啊你想想看这些的一个广达这些的一个伪创哇现在现在的一个整理 啊你今天你如果想要买低点你想要赚更多钱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一定是危机路市赚更多嘛哦一定是危机路市赚更多嘛哦就像什么世纪KY啊世纪KY你看我们从九百三怎么样一路赚上来的 我破单单我还是续报啊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手上如果有AI你真的你被套牢你买你跟错专家你买错的位置你要找谁你真的要找大师兄啊你看我世纪KY我买在什么地方 九百三啊你也看到了啊三二一哥的一个双红我们双红我买在什么地方一百七十三啊啊高党开心加码单开心活力换口袋啊目前基本单续报啊今天下杀我还是大转特转啊三二模组七红我买在什么地方一百四啊啊高党全数开心活力换口袋还有广运我买在什么地方三字头啊啊一百多块啊你看大转两倍啊啊啊大转两倍全数开心活力换口袋之后啊啊 啊中间反弹上来为什么不能够抢你看你现在你都看到了嘛啊还有 伺服器捣鬼霸主的一个窗户也是一样啊欠缘目标达正了嘛啊反弹上来为什么不能够抢你看最近又拉回 甚至啊的一个主机版的一个技嘉也是当时在一百多块你看都有讯息回正了啊你去追到高点上你现在杀下来你当然会害怕啊 你当然会紧张啊啊还有银帮也是一样啊 你买的地点哇就大赚特赚嘛啊高档下杀下来你追到高档你当然会会害怕啊所以我常在讲啊 目标一挡就够赚了 但是重点是你要在什么地方买 你要跟什么样的一个老师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老师大胸还是宇宙心肠啊股票不对的真的是换股操作 好跟错老师换换换换换换老师操作啦 好手中股票要懂得太弱热强 啊你不晓得怎么来太弱热强 交给大胸一股换股 帮你把他怎么样 好帮你把他赚回来 只要一挡就够了 以及你放任错误不断过大不 不是办法啦 大不如下定决心啦 好让大胸来帮你创造新前途 怎样创造新前途 来 超前部署360 360 360 破断加短线的一个 全方位规划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办好手续 大胸拿出最大的诚意 保证全年最低价 欢迎大家共享盛举 而且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大胸还会给大家一个好理由 并且让你免费升等 前五名让你免费升等 晋升为大户人家的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 那么想要跟着大胸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单股所单 进盟第二 一斤庆察 一斤庆察 没有会跟也要会跟 怎么样跟 想要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把这通电话给他播通就对了 0223219933 我们明天同意先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实地则方产业 立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